这个综合评定 当然你这成绩有没有及格的话 需要给大家一个条件 条件的话在最近使用过里面 或者逻辑里面有一幅 一幅里面的话 这个地方 它的成绩是不是大于等于60的话 然后呢 我输入什么合格跟不合格 或者是或否都可以 或者yes或no 因为我这边还要调一下那个 yes或no 及不及格 OKyes或no 按确定 这个时候的话 它有没有及格就出来了 OK 那当然你这边还可以假如 这种几种的做法 如果我今天希望把这个地方变成VBA 是一种方式 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 那这个yes或no 当然比较简单 可是如果我今天希望 因为现在学校打分数 应该是用ABCD来当成 那个评定的标准 所以如果80分以上含80分就是A 再来是BBCD是不及格 那如果说今天你希望把它改成什么 这边当然有个什么综合平定 也许是多重的 你可以把它做出来 然后有没有办法把它变成 就是什么呢 VBA 或者甚至做成制定函数 这个部分的话我想各位先试一下 等一下再来看这个部分 有单一条件跟多重条件两种 那我们按部就班来看好了 那多重先单一的 比如说yes或no 那这边的话请各位先设计一个VBA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就是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制定函数 我们先单一的来 等一下再来看ABCD好了 画面先画给各位一下 做完类似像这样 这边有个按一个成绩 它自动会出现 合格不合格 然后清除就把资料清掉 那写的方法的话 不外乎就是几个 我想以后这个固定SOP 第一个就是for i 等于2到7 然后呢 里面输出到哪一栏 输出到g栏 那输出的话 如果说有两种可能 合格不合格 那这个时候的话 你就不能说什么 sales i 逗点 g 栏 输出合格 不合格怎么办 你要判断 所以判断的方法 特别注意哦 以后这个也是固定的规则 就是说你写的时候 一定是for i 等于2到7 enter两下 nest 这固定的 就是我一般是这样打 其实是在每一行都我自己打的 ok 我不是复制贴杀 enter两下 nest 然后写法的话 移到中间按个tab 特别是你会发现我这边都有tab 这个是tab 这个养成好习惯 以后的话呢 如果你没有缩牌 全部都挤在一起的话 其实看程式会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所以有些同学 写完可能问我问题 有写信给我 我都第一个会先看看格式 如果格式没有缩牌 我第一个会先指 就是请他先把格式一下再给我看 不然说真的 你全部挤在一起 哇 看程式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第二件事做什么 请你加上注解 因为有些时候 因为刚开始 我还没有叫你们一定要写注解 那注解怎么注解 特别最好就是写单引号 第一步做什么 对不对 第二步 就是这个地方的规则 我会希望就是一个step 比如说你第一个步骤做什么 比如说也许你将来这个地方 就是要跑一个回圈 那你就把这个回圈 比如说你打一个 你自己看得懂的 也许你初期是给自己看的 你就打 比如说打个回圈 回圈范围 这样子 自己看得懂为原则 回圈 回是这个回 然后第二个什么 就判断好了 这样有没有 OK 也许你看 也许有些人看不懂下面的东西 但是看得懂上面的东西 所以像我以前 po那个YouTube的时候 我发现我都注解打上去 然后有些人 好像下面给我留言说 哇我突然看懂程式了 因为他看懂注解 不是看懂程式 那因为我都会注解 所以后来我发现 好像注解是必要的 为什么 因为好像学习的成效会比较好 比较说 因为你们很快啊 如果打完之后 没追在注解 回家又忘记了 那以后如果你有家注解 反正以后 我发现写程式不可能 马上一下到 一下很厉害 那都是先从什么 先从复制程式开始 复制跟修改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 已经有写过程式 如果写过当然OK 如果说完全没写过程式的同学 就是可以先抄别人的 来改一改 那以后如果你遇到什么 回圈范围加逻辑判断 以前有写过的 拿来改一下 至少错误的几率比较低 那怎么判断呢 其实一般我写的方式是这样子 就是把它移到下面 然后看一下 边看边写 那规则的话一定是一副 判断条件是什么呢 从哪边得到判断条件 从 从那个一栏 对不对 那一栏怎么表示 i 到点 1 这个就表示一栏 一栏里面的东西 如果大于等于60的话 zen 打一个zen 然后做什么 enter两项 else 反之做什么 再enter两项 end if 这个结构我想都固定的 所以以后 无论你打哪一个程式 if zen else end if 这个够固定的 就是双重两个条件 第一个是true 为true的话 做什么 合格 那合格就是输出到哪里 输出到居然 输出什么 输出合格两个字 比如说居然 那居然的话就是把上面的1贴下来 然后输出合格两个字 所以你在这边的话打合格 合格对不对 ok enter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不合格 所以把上面这个复制一下 移到下面 按个tab键 记得按tab把它缩排一下 多打一个不合格 ok 好 程式就写完了 那清除的话就是这个 我想应该没问题的 回圈跑一下 不过将来如果你范围大的话 用这样清除会比较慢 因为他这个清除意思说 我把出生格一个一个一个 慢慢的资料清掉 那如果说将来你的资料多的话 我建议就是说你可以用第二种方法 这边多一个工具类叫编辑 你可以先把这个注解掉 注解就是使程式变为注解 为什么 因为程式有些你不确定还要留 你就先注解 把它当成参考 enter 在这边打一个 如果以后你要清除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用range 来取代sell range是范围 哪个范围呢 从g2 到多少呢 冒号到g7 所以这边的话打个g7 里面的资料帮我清掉 他清的方法是一次全部清 上面是一个一个慢慢清 所以上面如果将来你的工作表 里面的储存格 假如数量很大 几千个几万个的话 他清得很慢 清清清 奇怪怎么跑这么慢 程式越跑越慢 你这个时候就一定要用下面的方法 给他一个range 点 点下去特别最重要 clear 打一个cl clear就是全部清除 clear内容的话 特别最重要就是按delete 一样的道理 叫clear contents 这个选项 你打个cl 它会提示 如果你没有提示 表示你前面打错了 OK 按个空白键 这样就OK了 这个的清除 会比上面的清除 效率高很多 但是小范围的清除 没有差很多 这个是大范围清除 OK 那我们就有一个输出 合格跟不合格 跟清除 这个其实将来用到的机会很大 以后你范围的清除 记得就用clear contents 那有同学会说clear 其实如果你用clear的话 会有一个缺点 就是说如果你有表格 有格式 他也会全部清掉 特别注意 如果只是清 资料的话 是clear contents 那如果要清除掉格式的话 什么 这边还有什么 其实一样的嘛 clear clear format clear注解 这边很多嘛 OK 那我们clear contents 做完之后来试一下 再加一个成绩 加一个清除 OK 试一下 来 成绩按下去 没错 清除按下去 又没错了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很快的 做了一个逻辑判断 但是呢 好像还不太够 我们如果说希望怎么样 再增加一个什么 插入函数 这个函数叫成绩函数好了 那做法上面就类似像这样 插入 使用者自定 然后会出现什么 使用者自定义 会出现一个成绩函数 确定 给我一个成绩 这个 给我一个结果 结果出来了 OK 那这个地方怎么做呢 其实好像跟刚刚超不了多少 对不对 几个重点 一 名称 成绩函数 所以插入方选 就是一定要给一个成绩函数 二 给一个参数 那参数的部分的话 就是平均成绩 那写法的话 其实刚刚才讲过 所以我们直接来看 会比较简单 直接这样 插入 程序 输入 成绩函数 的方选 按确定之后的话 第一步 第二步的话呢 确定之后 后面再加上什么 平均成绩 那中间这个东西怎么来的 有没有 一 插入成绩函数 引数 就是跟使用者要什么 要平均函数 再来呢 进来之后的话 其实很简单 将来如果说你上面已经写好那个 就是 程序的话 你可以把这一段 复制起来 对不对 贴到下面 然后呢 但是 你会发现它缩牌好像太过去 对不对 你要把它倒车 对不对 按Tab是向右 向左记得是Shift 选取Shift加Tab Shift按住 再加Tab 那这个方法在Word PowerPoint里面 好像都一样 好 这个就是 一个是增加缩牌 一个是减少缩牌 或者是从这边也有 有没有 突牌缩牌 突牌 缩牌 OK 上面有Shift加Tab 好 那不过差别在哪里呢 把什么东西呢 来源平均成绩 本来是G栏 对不对 复制一下 丢给谁呢 原来它是从1栏里面抓 输出到哪里呢 输出给成绩函数 所以把G改成成绩函数 贴上 结果就做出来了 OK 请各位先试试看 这部分是 如果是合格跟不合格的话 会是这样子 那但是如果说今天 我希望做出来的 稍微复杂一点点 就是它会有什么呢 会有这个A B C D 四个等地的话 怎么做 当然一样嘛 你如果说不懂得用VBA来做的话 用函数当然也做得出来 只是函数可能会很长一串 那最好是 制定一个函数 可能会简单许多 好吗